詞曲 李宗盛 菲律賓警方拘捕了三名企圖進行炸彈襲擊的男子 看來他們要通過這種方式抗議馬尼拉對中國的軟弱立場 菲律賓司法部長德利瑪說 星期一在馬尼拉國際機場拘捕了這三名男子 當時他們正成了一部載滿炸肉的客貨車內 馬尼拉國際機場是他們四個襲擊的目標之一 德利瑪說這三名男子還計劃襲擊中國大使館 DMCI建築集團和一個大規模購物中心 DMCI建築集團和這個購物中心的經營者 都是華裔菲律賓相日 德利瑪表示這三名男子屬於一個現役和退役警察及軍人組織 他們的目的是保護菲律賓免受中國侵犯 目前中國和菲律賓存在領土爭端 德利瑪說有關當局正在調查該組織的規模和實力 德利瑪說正在調查該組織的真正目的 但他並沒有加以說明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